94、新快報 去年即婚入戶那區最旺如兩成人入圍潘育區超倫居南沙區近六倍 2015年7月20日廣州區勢A09勞街謝員員張若然鄧藝副李英華今年即婚入戶工作即將開始 申請人建議簡化證明流程 相關部門提醒先準備學歷材料統籌 新快報記者廖詠儀採寫 新快報記者盧街謝員員張若然鄧藝副李英華製圖 廖牧卿截至去年 廣州已連續四年實施積分制入戶 每年約有3,000個入戶名額 即四年共計約1.2萬人積分入戶廣州10區 那些區域最受外來人口稱類 近日 新快報記者梭里了去年各區申請入戶的數據發現 共有708人申請入圍潘裕區 佔總名額的如兩成 而鄰居南沙區的人數不到潘裕區的六份之一 去年積分入戶共2,998人入圍廣州市從2011年起實行積分制入戶 其中 2011年和2012年分為上下半年兩批入戶 2013年開始執合並為每年一批入戶 約為每年8月至9月 歷史據歷年來的公事名單顯示 2011年至2014年 每年的積分制入戶名額均為3,000個 據看到每個區的人數是多少 2011年至2013年負責積分制入戶工作的廣州市人社局沒有提供詳細數據 至去年起 積分制入戶工作轉交由廣州市內稅人員服務管理局 以下簡稱市內稅局 負責 據該局介紹 2014年共接收正式申請資料5,459份 經各區、市、初審和聯合職能部門集中審核 名單公事等階段工作後 確定了2,998名入圍人員 其中 申請入圍人氣最旺的是潘育區 共有708人入圍 佔了總名額的23.6% 其次市天河區 有521人入圍 申請入圍南沙的人數最少 僅107人 不足潘育區的6分之1 此外 黎灣區人氣也交約 只有119人申請入圍 市內稅局解釋 者指示入圍申請者的申請意向 具體入圍手續由廣州市公安機關負責 不完全等同於最終積分制入圍數據 不過 根據去年的積分制入圍規則 積分入圍的名額與區域並不掛耀 而且 據市公安機關相關部門表示 一般來說獲得積分入圍指標的人員都能入圍到其意向的區域 換言之 上述數據與實際入圍數據基本一致 去年要繳社保門7年才能入圍 具負責積分制入圍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介紹 2011年至2013年實行根據申請人的積分 由高到低來進行全市排名 申請入圍人員積分達到85分 即可提出申請 在積分相同的情況下 則看辦理社會保險的時間長短確定入圍排名 其中 2011年上半年入圍分數先為131分 下半年分數先為122分 2012年上半年入圍分數先為131分 下半年分數先為130分 2013年入圍分數先為138分 去年 積分入圍規則發生了變化 申請人滿足年齡、學歷和計劃生育等八項基本條件 且積分達到60分職可提出申請 最後根據申請人繳納石保月數進行全市排名 繳納石保時間越長越有機會入圍 從去年的情況看 入圍末位排名 先是84個月 即累計繳納石保門7年的申請人員 才有機會獲得積分制入圍指標 聲音部分證明流程犯鎖 學歷鑑定收費過高 近8月 今年的積分制入圍工作即將開始 有申請人認為 學歷和技能證明 鑑定流程態繁複且不夠合理 建議簡化或略去 相關區流動人員管理部門工作人員在接受新快報機者採訪時表示 由於去年是第一次由市內稅局負責實施職分制入圍相關工作 難免遇到制度不夠完善等問題 需要一個磨合期 據群獄後人 他們一時覺得監定證明流程犯鎖 如果是省外合法的專業技術資格證書 申請人須要回檔案所在地 合法機構所在地開證明 二時學歷鑑定收費過高 需要時間長 一份大專或本科學歷鑑定各七十元 如果申請人是專升本 還須先鑑定大專學歷再鑑定本科 需要一百四十元 這位工作人員說 有申請人認為 學歷證書是教育部門頒發的 到頭來還須要市民繳費到教育部門鑑定 這不合理 如果是為了避免出現假學歷 也理應由教育部門自己去核實 建議取消學歷鑑定收費 還有人認為 每年申請積分入戶時間太短 太集中了 加上政策不斷完善變化 部分申請人怕政策變化 往往等到申請開始後才準備材料 比較狼狽 因此建議常態化申請 即事先設立分數線 只要積分達到 隨時都可以申請入戶 這樣可以避免申請人集中時間段申請 也可減輕街道窗口壓力及加強審核把關 提示申請人應提前備號學歷鑑定等材料相關部門工作人員提醒 今年積分制入戶辦法仍未公佈 有申請意向的市民最好提前準備證明材料 以免錯過申請時限 由區申辦窗口的工作人員提醒 建議準備在今年申請積分制入戶的申請人 參考2014年廣州市積分制入戶管理辦法 廣州市積分制入戶管理辦法實施細則 廣州市積分制入戶申辦指南等文件 一些需要時間準備的材料可提前先準備 學歷鑑定由廣東省教育廳出句鑑定證明 需要15至20個工作日 如果是外地學歷可能還需要更長時間 所以建議申請人可先辦理學歷鑑定 職業技能鑑定等工作人員稱 此外申請人要先了解整個申請流程 要注意先在網上報名、通過審核後 到受理窗口遞交紙質材料、工作人員還指出 除了積分入戶、還可以通過廣州市戶口簽入管理辦法、 廣州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等規定的方式申請入戶廣州 新快報廣州區域發展與公共事務研究員專家顧問 案性是首字母排序,趁警廣州市簡美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總裁 丁力省社會科學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韓志彭廣州市政協委員林江中大領南學院財稅系主任 鄧彭廣南方民間接副副主席、省體改會副會長、市社科院研究員 邱海洪中大豬三角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沈陽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黃則草廣東省政府參試楊斐廣外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北京營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鄭方輝華公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政府職校評價中心主任 安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